好,我们来看负分数的减法 其实负分数的减法 它其实跟分数的减法很类似 你只要处理好这个负号就可以了 那负号怎么处理呢 我们在旁边的笔记栏跟大家做个说明 请看一下这个负分数的负号 其实有三种形式 负分数的负号可以放旁边 可以放在上面的分子 也可以放在下面的分母 这三个其实都会相等的 好咯,那你说到底什么时候要放旁边呢 我们在写答的时候就放旁边 这样念起来比较顺吧 负三分之二 那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在计算的过程里面 一律都把它放在分子 那你说什么时候要放分母呢 事实上我们很少会放在分母 我们题目给你如果说放在分母的话 你如果在计算你就放分子 你如果在写答你就放旁边 回到题目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叫做负六分之一减负八分之三 你要处理的呢就是这两个负号 负号呢我们在计算都把它写在分子 所以这个题目呢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是 六分之负一 记得负要括号 减掉八分之多少呢 负号写在分子变成负三 好了问题来了 你要开始减了 你要必须要先通分 所谓的通分就是把分母变一样 这个问题来了 这个六跟八到底怎么样变一样呢 事实上呢你可以求六跟八的最小公倍数是24 但是呢如果说最小公倍数呢你不熟的话 没关系 数字还蛮小的 直接把它乘起来就好 六八四十八 所以呢把分母呢通通变成四十八 那这样就简单了 那请看一下 这个六呢变成四十八 六八四十八乘八倍 分子也乘八倍 负一乘以八就等于负八 好了再来看一下 八变成四十八 八六四十八乘以六倍 所以这个负三呢也乘以六倍 负三乘以六 负十八 所以这个题目呢这时候就会变成是 分母一样 分母都是四十八 写一个就好了 就写成四十八分之 负八 减掉负十八 好请注意一下 这个减掉负的 这边有一个减掉负的 减掉负的呢就是加的 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式子呢 变成是 四十八分之 负八 加减掉负的就是加 加十八 负八加十八是多少 我们可以这样想 负八就是欠八 欠八块 有十八 那还他之后 我只剩下十块 欠八有十八 那就等于剩下十块了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是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是 四十八分之 十 但是请注意一下 我们遇到分数算完之后都要检查 看能不能够约分 四十八跟十呢 它都是二的倍数 所以可以用二来约分 二五十 四十八除以二 二十四 所以最后算出来呢就是 二十四分之五 二十四分之五 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 那请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负分数的加减法呢 其实跟分数的加减法很像 只是要处理负分数的负号 负号放旁边就是写答案的时候 那你在计算的时候呢 一律放在分子 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一题解决了 我们先讲到这里 这一题解决的负号